我有吃蔬菜啊 我有吃水果啊 你叫我吃顴骨我也有吃啊 你說蛋白質我也吃啦 那為什麼我的健康就沒你的好 那個差別 那個小小的差別就是說 現在這個便當蔬菜太少 蛋白質不夠 飯怎麼吃白飯 所以我會去校正啊 我晚上回家 我就把我不夠的蔬菜吃回來了 我不夠的水果也吃回來了 然後他給我白飯 自己帶一點那個 小麥胚芽粉撒上去 我就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你的身體就跟人家不一樣 活力的另一個面向就是衰弱 這個衰弱與失能 以及老年症候群呢 這個現象 所以你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怎麼樣能夠讓銀髮族的 還活出這樣一個活力來 那另外就是 針對我們比較 可能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可以了解一下老化過程中 我們身體跟生理的改變 中年或更年輕 你都可以在這個時候來思考 我怎麼樣保健 所以我以後到銀髮族的時候 我能夠在一個最佳的一個狀態 衰弱與失能 以及老年症候群 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一個人 我們人是怎麼樣進入一個 失能或一個衰弱的一個狀態 而這個失能和衰弱 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老年症候群 其實它並不是 五六十歲的人所碰到的問題 就是你一生都非常健康 你有心臟血管疾病 什麼病都沒有 你也會碰到的一個狀況 這個圖是顯示出 我們一個人的老化的一個狀態 所以因為它在衰弱的狀態 就很容易的在進入了失能 走到人生的這個最終的一個階段 盡可能的能夠保持健壯 有活力的狀態 然後在那個紅線能維持到最高 人生的這個時間 維持在一個最高峰的狀態 越久越好 如果要掉落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假如這樣子掉落 已經進入了衰弱的狀態 你是不是還能回復呢 其實是可以的 你還是可以努力 讓你的這一條功能曲線 回到上面來 稍微差的人不要氣餒 可以用一些方式 生活形態的方式讓你回復 然後你又走在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健康的一個道路上 那衰弱症常常和慢性病是息息相關的 可能會導致失能 觀察到一個老人 通常我們說人太胖不好 但是如果是已經胖的這個體質 你如果觀察到一個胖胖的老人 突然瘦了 就是一個警訊 就是衰弱的警訊 體重突然的減輕 常常覺得筋疲力盡 手的握力很不夠 拿東西沒有力氣 不想出去動了 本來散步的 現在也不散步了 平常做一些事都不做了 走路呢 速度越來越慢 這幾個現象就是所謂的衰弱症 基本上這個就是 一個老年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談的是 真的是蠻後面的問題 但是我想 五六十歲的人 應該要開始了解這個問題 那甚至三四十歲的人 你也可以關注 也可以幫助自己家的 裡面的老人 手握力過弱 步行速度過慢 體重下降 總是感覺疲憊 身體的活動降低了 沒有力氣也不想出去做 有三個就叫做衰弱 那麼一到兩個的話 是所謂衰弱前期 其實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我們這樣看起來就是六成 都已經有一個以上的 一個衰弱的一個現象 衰弱的這個病程發展 一般是認為 跟遺傳因素環境因素都有關係的 而這些因素呢 其他共同的這個交互作用 會造成我們身體的一些 細胞的損傷 或者一些分子層次的一個損傷 這損傷就影響到多重的系統 器官的一些功能的下降 包含腦啊 內分泌啊 免疫 肌肉 心臟 血管 呼吸 腎腎 腎臟等等 在這個下降之後呢 如果沒有妥當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形態 好的營養 以及用適當的體能活動 來保持自己的這個身體的肌肉 和這個細胞的這個功能的話 就很容易發展到衰弱的症狀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 當意外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就產生了代謝症候群 我認為老人就是不該吃太多的蛋白質 腎臟負擔太重 但是我就知道 這表示說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老人不該吃太多的蛋白質 可能會對身體有負擔 那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現在的科學文獻 是支持蛋白質和稍有症是 負相相關的 它多半是用一種蛋平衡研究 就是說探討一個人 我給他多少的蛋白質 然後看他排泄多少 在哪一個點會達到平衡 多半是這樣的研究 當然現在還有 所以我們為了要了解 台灣人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質呢 這個方法就是說 了解營養素的AI AI就是所謂的適當攝取量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在營養學裡是可接受的 它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適當的數據的時候 你就是去評估那一些 完全沒有問題的人 他到底吃多少 這個營養調查的資料 我們來做一下計算 我們就是把老年人 把它分成非衰弱 衰弱前期跟衰弱 來看 大家就看這個右邊的數據就好 沒有衰弱症的這些 老人他的蛋白質 攝取量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看到 是每公斤體重 1.21 男性女性是1.22 這是一個中位數 中位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最多的人 這裡面的人 最屈中的這些人 都是攝取這樣的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 衰弱的人是一天 一公斤體重吃不到一克 衰弱前期是居中 那這個數目可能對大家沒有什麼 可能你看到這數也覺得沒什麼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全球對於蛋白質的建議 幾乎都有一個數目 那個數目就是1.2 一個老人一天 他每公斤體重要吃1.2克 你怎樣吃 就可以吃到這個樣子 這個每日飲食指南 它是經過精密的計算 就是你如果照著吃的話 你的各種營養素 都是會達標的 可是當年 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沒有人知道老人每公斤體重要吃1.2克 19到34歲的 如果他吃到這樣 1850大卡 或他吃到2150到以上 他的蛋白質夠不夠 夠的 一公斤 1.2克 真的男生啊 即便到71歲的老人 如果他吃1650大卡 他也夠 可是我們發現就是說 如果在女性這一邊的話呢 從年輕女性 他就有一些人吃很少 1450大卡而已 到了老年 七十幾歲 有些女性只吃到1300大卡 所以對於這一些年紀大 又吃的少的人啊 他的這個蛋白質是不夠的 平常都是有一個通則 就是說 如果你吃很少的人 你很容易營養不良 蛋白質會不夠 就會進入衰弱 這個這個階段 跟政府講說 你對於吃的比較少的人的 這個飲食建議要做修改 不然的話 這些人可能會落入蛋白質不足 就是特別是銀髮族這一塊 國際上最關注的就是蛋白質 來針對衰弱這一點 衰弱症除了和蛋白質有關 難道和其他的營養素沒有關係嗎 我們發現在文獻上 就看到說 他跟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是相關的 而且好像有個現象就是 營養素缺乏的項目 越多的話 這個人是罹患衰弱症的 這個機會就越大 除了蛋白質以外 維生素D的缺乏 維生素B12缺乏 C的缺乏 新的缺乏都有一些相關性 所以一個推測 可能就是說是不是就是吃的太少 所以我們又進一步的 來探討一下 台灣老人 他如果有衰弱症的話 他的整體的飲食型態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嗎 那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是男性的數據 那不同的熱量的人 他就有不同的 其實六大類的這個建議 什麼叫六大類建議呢 一般在做飲食建議的時候 把食物分成六個大類 意思就是說 這六大類你都要吃 而你這六大類食物 你都吃到 我建議你的份量的話 你什麼營養素都是夠的 那麼當你的熱量少的時候呢 你的六大類建議就比較少 那這邊是像顴骨 就是我們的主食類 就是說建議可能三碗飯就夠了 但是我們注意到 這些酸肉人 他飯吃的多 他只要吃三碗就夠 但是他吃了三碗半一天 正常的人 他飯呢 稍微的少於他該吃的份量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 那豆魚肉蛋就是所謂那個蛋白質類 各種肉啊 蛋啊 海鮮 這個衰肉的人也吃的少 正常跟這個衰肉前期 他根本就超過量 但是是不是他們的蛋白質過多呢 其實他們蛋白質沒有過多 因為蛋白質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 就是 那我們國人都不喝奶 所以這邊就缺了一堆的蛋白質 還有鈣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衰肉的人 其實你的蛋白質是剛剛好的 吃的量就是把奶類和這個龜在一起 是剛剛好 台灣人幾乎都缺鈣 所以我們骨子疏鬆是一大問題 那這些人的這個男性來講 蔬菜也少 然後水果都沒有達標 還有就是油脂也不夠 因為我們一般年輕人都油吃太多了 可是這些老人卻油脂都沒有達到 這個油脂 台灣的油脂建議量所謂的五份 非常的少 但他們都沒有達到的原因是 老人都不敢吃太油 所以他的熱量也不夠 所以可以看到 衰弱症的一個飲食就是 飯稍微太多了 蛋白質不夠 牛奶也不夠 男性的話呢 好像蔬菜水果也不夠 油脂都偏少 所以是一個 各種東西都不太夠的一個情況下 那麼女性呢 有一個類似的趨勢 女性我們看到就是 他的熱量 並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差異 他基本上都是比男人吃的少很多 衰弱的女性也是 他差不多吃個 八分滿的飯三碗 就是差不多2.4碗就夠 但他吃快到三碗飯 他的蛋白質也比較少 這個奶類都不喝 水果很少 油脂也很少 蔬菜是吃的比較多的 可以感覺到就是 蛋白質確實是一個關鍵 尤其是台灣人吃的飯 到現在都還是白飯 他裡面各種營養素 都是沒有那麼豐富的 蛋白質似乎是不夠 還有就是油脂也太少 熱量太少 這幾個特色我們了解